今天相关的事情都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必然中的偶然 关于这类的作品我做过了 是关于偏见的 是关于偏见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90%的人 它是靠偏见在生活 它不是靠真正的认知去生活 所以我之前在纽约做了一个作品 其实就是关于偏见的 还是关于文明的偏见 然后我做了这个作品 已经做过了 今天我们再来看当下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还是有很多偏见嘛 因为有不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偏见 与你的这个生活背景 文化背景 然后都是有关系的 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的生活在一种偏见里 这个时候就是说 其实是很危险的 其实是很危险的 就像我们对蝙蝠的偏见一样 就是我们可能 我们都知道蝙蝠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认为我们对这个动物非常非常了解 因为我们在那个古董上会看到很多蝙蝠 你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已经对蝙蝠这样的动物 我已经非常了解了 而且我也知道它是哺乳动物 它是唯一能飞的哺乳动物 然后这些东西你都知道 你就会觉得对这个东西非常了解 但实际上真的把一只活的蝙蝠 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很惊讶 可能你 我这个东西从来没见过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蝙蝠 你脑子里面的蝙蝠实际上是一种 在文明或者文化的背景下 变异的一种产物 你理解的是那种蝙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